鹅阿寮漁獲直銷中心新建工程 洞土大典 在高雄市長陳菊 海洋局局長王瑞仁等貴賓的見證之下 鹅阿寮漁獲直銷中心的新建工程 全面啟動 以赫拉奧文明全國的鹅阿寮漁港 一年可以交易4000噸漁獲 產值超過5億元 不但在102年榮獲全國經典魅力漁港票選第一名 還三度榮獲全台十大魅力漁港 为了提升漁港品質 高雄市政府开始进行漁港再升级 但是古董以来 这个结果 可以说已经都很严重 生鲜 很方便 很不好生 市政府希望可以来改善 漁民朋友 它的漁液作业的空间 也要说让我们所有人 来我们外来的漁港 买鱼 吃鱼 在这里放牢 那个四九五的环境 可以改善更好 市府不仅改善周遭环境 提升漁港应体设施的品质 也提供消费者更明亮干净的购物空间 整个渔货中心的面积约有九百九十二平 低碳节能的设计也融入了大船入港的在地特色 我想我们市政府和企业数 所以说 决定 透过区支委立委 把我们企业数整出两千万 市政府出四千八百万 这样都做是六千八百万 要把我们整个漁港 整个漁市场 要改善 希望我们设计这个观光的市场 让我们漁港 越来越幸福 生意越来越好 市府妥善运用款项建设 让消费者能以实在的价钱 买到最新鲜的渔货 也可以直接增进渔民的收益 促进地方区域的发展 营运律 一定要带红 去那 adm wanna' Eggs 预定未来 整个建筑 可以换博 能利建筑 可以坚持有遊客 每個人要來買魚 四周的環境、空間 這樣繼續舒適 我是覺得我們後來 我們的魚匯 也可以說不用中間 很多白色 我們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可以直接來這裡買魚 買到最新的魚 也可以對我們 利民、魚民的收益 可以有很大的 很大的飯 全新的漁獲中心 預計在106年5月份就會完工 未來落成之後 不但提供更舒適的稿物空間 也改變鵝阿寮的周邊環境 保障漁船進出港的安全 我們市政府非常重視 無聊魚港的建設 關市合影後 電風我們結合中央的主緣 到日比差不多5月5千幾萬 來辦理我們魚港 所準的港町 無聊魚港買頭改善的港町 還有魚港經關改善的港町 包括我們市市長大漁 保障堅堅堅堅 我們希望未來 繼續來推散我們魚港 設施的改善 提供我們的魚民 更安全出漁港 更安全 魚巡堅堅堅 讓大家出漁安全 進漁港豐收 這都是這樣期待 民眾的期待 加上政府的實際作為 期盼未來 漁獲直銷中心 能成為鵝阿寮的新地標 而鵝阿寮漁港也成為全台灣最具特色的觀光漁港 為了 鵝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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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阿寺